在近现代历史上,对世界局势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就是苏联解体。 当时苏联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,整个超级大国一分为15国,而且每个国家都很虚弱,尤其是俄罗斯,继承了苏联的所有外债。 那么问题来了,为何在苏联解体,俄罗斯很是虚弱的时候,德国没有趁机收回加里宁格勒呢? 加里宁格勒原来是德国的东普鲁士,据说是普鲁士王国最先开始的地方,叫做戈尼斯堡。 意思是王城,也就是说现在的加里宁格勒是德国的祖宗之地,是国家发源地,相当于美国的华盛顿,英国的伦敦,我国的西安等,可以说非常重要,是不能丢弃和放弃的。 那么德国当时为什么没有趁机收回呢?主要是三个原因,第一,自顾不暇,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,德国正在办一件大事,那就是趁苏联虚弱的时候,实现祖国统一。 在1990年开始,当时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都在谈判,对于合并的事项进行讨价还价,商讨续得,而且在为合并后的问题做安排,尤其是完成合并后,内部矛盾也是很大。 毕竟民主德国那是一穷二白,政绩结构,政治体制等都不一样,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,对于当时有钱的联邦德国来说,第一位的事情是要先消化民主德国,因此可谓是无暇东顾,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管加利宁格勒,实现祖国统一已经是不容易了。 第二,受死的骆驼比马大,而当时的俄罗斯虽然很虚弱,但是依旧是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所在,俄罗斯在独立后,继承了苏联几万架战机,几万辆坦克装甲车,五艘航母,近千艘战舰,还有一万多枚核武器。 这个庞大的存在,就是美国都不敢轻举妄动,更何况是当时武力已经很小的德国了,因此,强行收回是不现实的。 第三,欧盟的反对,当时的欧洲共同体已经成立,而德国是创始国之一,其实在苏联解体时,根据揭秘的历史文件,当时的俄罗斯有意穷苦的加利宁格勒,跟土豪联邦德国换取巨额的援助,来缓解当时的困难。 这个数字可能在当时是天文数字,但是第一个反对的是欧洲共同体的其他国家,为什么呢? 因为欧盟担心,一旦加利宁格勒回来德国,那么就是欧盟的一部分,那么就必须接纳这个穷困犯罪之城,而且当时的加利宁格勒大部分是俄罗斯人,欧盟很是担心俄罗斯人或者其他民族会通过加利宁格勒进入欧盟,给欧盟造成压力,因此坚决反对。 而且当时的德国也不敢接受,因为对于俄罗斯人,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,德国怕这个是个烫手的声语,自己内部合并问题还没解决,以后要是俄罗斯恢复元气,后悔了。 那么德国将进入俄罗斯的背叛之中,这对德国来说,那是不可想象的,因此,德不成师,于是德国始终没有动作,要去收回这个加利宁格勒,换一个视角纵观古今,发出自己的声音,写历史我们是认真的。 今天明镜需要,观看 guru,观看